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要介绍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 历届考题赏西 我们这个部分要介绍的是 列连表跟列连系数 这个题目是淡江资管的考题 我们来看看题目内容 我们调查的是200位燕子湖的游客 他到达的时间在这边 左边这边 那么停留的时间 是在上面 那么这是他们的数量 他问的是什么呢 游客抵达的时间跟停留的时间 是否有关联 那么我们先做第一题 我们做这个题目的时候 首先我们先建立一个虚无假设 H0 就是到达的时间 跟停留的时间 跟停留的时间 是无关 第二个 这个对立假设一样 这是有关 好 那我们现在来进行的是 这个列连表 我们就用卡方检定来做 首先我们把这个资料 先做一个行的一个加总 14 419 12加起来是45 这边是49 59 那这个呢 这三个加起来 374217就是 96 我们行的地方 我们就来加列的部分 这个列的部分 14 32 37 合在一起是83 再来呢 19 17 那就是 36 再加上这个是78 再来这边是22 这边就是变成39 把这些加总之后 我们来算它的期望值 这个的期望值 就是全部的总和是多少呢 是200 我们就45乘上83 除以200 这就是我们这个地方的预期的资料 我们算出来的结果 这边是18.675 这个是17.5 这是8.775 那么这是只是按计算机而已 所以没有什么多大问题 再过来呢 这是59乘83 除以200 是24.485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是59乘上78 除以200 所以是 23.01 那我们这边也继续计算 59乘39 除以200 那就是11.505 这边是 期望值是39.84 这边是37.44 这边是18.72 好 算完以后 我们就来算一下卡方值 开Square的算法是怎么算的 每个都要算 18.675 这个是平方 我们用大的 我们用大的减小的好了 18.675 减掉 14 这边平方 底下就是我们的期望值是18.675 加上 来第二个好了 第二个我们从这里算下去也可以 这边是 我写两个 这边是32 减掉 24.485 这是24.485 全部都要计算 算到什么时候 算到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是 18.72 减掉17的平方 这边要放的是期望值是18.72 那么用Excel算比较快 这算出来的结果的值是多少呢 7.464 7.464 到底是不是差距很大 算不算大呢 那么我们应该要把这个卡方分配的表 叫出来 来我们看看这个卡方的表 这个地方我们的自由度是多少呢 列连表的自由度 这是一个3乘3的矩阵 那我们要用的是 R减1 自由度是几 一个是2 一个是2 个减1 4 所以我们从自由度这个地方来抓 自由度4 然后 α值 他没说我们就用0.05 那么我们就找0.05的位置 找到了 这是多少呢 9.49 9.49 7.464 比9.49要来的小 所以我们结论是 不显著 结论不显著 就是我们无法去拒绝H0 所以我们建议的是什么呢 是否有关呢 我们说 没关系 这是结论不显著 好 我们来看第二个题目 第二个题目问的是 什么叫做列连系数 那么首先我要跟各位同学说 列连系数 它的定义是什么呢 C 是等于 根号 上面是chi square 底下是chi square的 加上 这个N N指的是我们的样本数 来我们计算一下 上面是 刚刚我们算过了 卡方值是7.464 所以这边是7.464 这边是7.464 再加上我们的样本数是几 这个 200 好 我们计算一下是多少 0.1897 这个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关联性的一个指标 这个指标的强度 这样看起来是蛮弱的 我们虽然是说停留的话呢 结论是不显著 那么它的这个强度来说 这也用一个指标 就是一个数字量化的方式来去表达 这两者之间的关联的强度 那么他又问什么叫做 Yet效证 Yet效证是什么意思呢 Yet效证其实是这样子的 在列连表 列连表的情况之下的话呢 就是在卡方检定 如果说 自由度是1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它是一个2 by 2 2乘2的矩阵的时候 像这个题目是3乘3的 所以它自由度是2 这个是2乘2等于4 如果是2乘2的时候 那么我们就要采用的是 Yet效证 什么是Yet效证 就是这样子的 卡方值是等于什么呢 我们这个地方本来是 总和就是用一个Sigma来表示 那么我们这边是Sigma 底下就是我们的期望值 期望值我们用Ei 那么上面呢 是我们的观察值跟期望值 本来是应该用一个平方 但是我们现在的话呢 该用什么呢 扣掉一个0.5 要多扣一个0.5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叶特效证 如果说 我们的观察值 跟期望值 如果 小于 0.5 那么我们就 把这个当作0 上面视为0 那么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叶特效证